馬英九訪錄記組 不過接待時沒有撲紅地毯 更是由國台辦接待 院長認為符合對等尊嚴嗎 馬英九附中指出會有元首級規格的接待 但最後由國台辦副主任接機 昭怡國格被矮化 請教院長的看法 前總統馬英九訪中 中國官媒指稱馬英九 更要求台灣媒體提問時不能稱呼其為總統 涉及矮化國格 國際上接待現任元首都有一定的規則 我們在這裡也要特別呼籲 馬前總統是我們的全國家元首 所以希望中國在接待馬前總統的時候 也能夠按照國際的慣例 給予相當符合規格的接待 那這也才能夠落實對於兩岸之間的尊重 還有對等的這樣的一個原則 我們希望中國給予馬前總統 符合卸政總統的這樣一個接待的規格 昨天又在發現國軍遺失T75式搬用機槍預備槍管 軍紀整頓是否要再加強 國軍吊槍平傳 海軍陸段對清點時發現短少一支槍管 雖已成立專案小組調查 但類似狀況不斷發生 請問如何改善 國防單位已經開始進入這個專案調查 而且這個整個案子也移送了這一個司法的偵查 並且來加強相關的管理跟管制 我相信呢是這個調查結果一出來呢 一定會嚴加的處理 並且呢會未來會好好的來加以改進 請上這個夢夢水 國家配方起入入睡關鍵 舒眠的元素能夠安定舒緩神經 讓你身心達到放鬆 當中有傳酸調節情緒 增強抗爭能力 還有德國養恩局萃取物 可以紓解焦慮幫助睡眠 睡前30分鐘來一包夢夢水 白桃風味酸甜好喝 白桃風味酸甜好喝